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 小植会不会跟薛林乔在一起 他们俩还在冷战呢 快 打薛林乔电话试试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 坏了 大乔哥的电话也打不通 你拨打的用户 田净植 净植 田净植 没有水 醒醒 薛林乔哥 这是哪儿啊 好了 你怎么搞的 怎么会像洞宇一样 被丢进冷库呢 我是被你扔进来的呀 是 闲做了一百年的休眠体 还不过瘾 干脆托你一起来做冰冻仙尸 样子还好看一点 那我们肯定是 全世界最好看的冰冻仙尸 我们被困住了 我们被困住了 怎么这么有默契啊 李教授 你找我有事啊 田小姐 对不起了 我不想伤害你 但是我需要你那个怪物男朋友 是李教授 他知道你就是那具消灭蹄 但他不必要是你 李教授 李教授 看来他发现我的弱点了 快离开这儿 这儿太冷了 然后去报警 对不起 我力气有心 这种门我是打不开的 手机 没有信号 让你有合到 李教授 把温度调低了 他还装 yourself我们吗 vraag recommendation 我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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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去玩游戏吗 确定不是小植在闹着玩 电话之前没人接 后来就打不通了 而且轩林桥的电话 也联系不上 小植没亲没中了 可是轩林桥 不会无故联系不上 而且重点是 之前在片场 做清理的工作人员 给我打电话 说在凉亭的地上 剪到小植的墨镜 怎么想都不对劲 这些都是猜测 我们不要自己吓自己 这事先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免得街外生枝 小植会没事的 我们到了 是蚁蜜 走 你好 薛灵桥 我知道你想要我的心 我想我们可以谈一谈 我没有跟你谈的必要 你血液里的修复煤 在零下三十多的环境里 就会渐渐休眠 同时你的机体保护机制 也会进入一种假死状态 然后我就可以割断你的喉咙 放干你的血 就像一百年前 你被别人放干血一样 不过这次你不会这么好 因为我不会给你苏醒的机会 你针对的人是我 放了天净之人 我是怪物 你杀了我警察无法给你定罪 他要是死 你要偿命 只要能救我女儿 我这条命就无所谓 如果你休眠后 天净之人还活着 我会放过他 但是在那之前 我不会开门 你明知道他撑不了那么久的 那就是你害了他 他根本没打算放过我 不要跟他谈调剑 不要救他 我不会丢下你的 不是你害的我 是我本来就倒霉 恶魔不会说真话的 怕要听新恶魔的话 知道了 我不信 我先出事 我先出事 你才能干嘛 你才能干嘛 我再逼着我 你才能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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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水晶 通知防洞了 好 三二三号仓库在这边 疼我 三十五号仓库 三十五号仓库 根治疯伤 三十五号仓库 二十四号仓库 一湓是筷子 不能睡 田净植 我好困 别睡 我真的好困 越冷越不能睡 睡了会冻死的 我头好困 我不冷 我就是好困 真的不能睡 再坚持一下 方童童一定会带警察来救我们的 小燕 我一拳 把李教授的毒 给大哥洗了 没错 薛阿贵 我有些话 想对你说 你说 你说 我一直觉得你好可怜 你一个人活了五百年 你肯定 你肯定 孤单过 难过过 看着佳人朋友 一个个死去 最后只剩下你一个人孤零零的 可是我很感激 你走了五百年 经过了沧海桑田 历史变迁 最后走到了我的面前 你偏偏 你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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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洁之人 继续说话 别停下 天洁之人 我就在你的面前 天洁之人 安妮 爸爸马上就能教你了